第一个可能遇到的状况就是第一个你可能需要把它转换成Excel 可是这个档案是一个纯文字档 怎么样把它变成Excel 我想最简单的方法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是你可以用Word里面有个插入表格 那把这个全选一下 总共1,2,3,4,5 总共5栏 那怎么叫5栏 你可以看那个换行 那利用表格里面的文字转换的表格 然后它里面有个功能就是 它每5栏就会自动帮你切一个表格 切一列就对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我觉得会比较快一些些 然后告诉它5栏按个确定 然后把这个资料转出来之后 这一栏就是成语名称 也许我们给它名称叫Name好了 这个叫做解释 这个叫例句 那你可以把这三个栏位的资料 分别再把它复制 就可以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Excel里面 然后并且再给它一个编号好了 比如说我们贴过来之后 这三栏 然后再加上一个它的编号 最后把它另存新档好了 另存新档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存成什么 存成一个CSV档 记得 CSV另存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Big 5 所以你记得 再利用那个记事本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UTF8 所以动作好像还蛮多的 特别注意一定要转码 在最后再用那个记事本转换完之后的一个UTF8 就可以准备传到那个MySQL 不过准备MySQL之前 你还必须要再到那个MySQL里面 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在Library里面好了 也许我在新增 所以这边有个建立一个资料表 那总共有四个栏位 按执行 那你分别怎么样 建立那个几个栏位 这边的话我这边因为已经建好了 里面的话大概就是 我这边再建一个2好了 OK 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会有四个栏位 这四个栏位的话 分别是假设我今天第一个是ID好了 然后用字转的长度 大概给它取好了 比如说用那个整数的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Name 它的名称 再来就是它的那个Explain解释好了 或Expression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Example 假设这几个名称 然后Name的部分的话 大概用Vacha 因为最大长度 应该不会超过10个字 就是大概20好了 然后解释的部分的话呢 也用Vacha 大概最多应该不会超过255好了 直接给最长 然后再来就是范例 例句的话 有可能会超过100多个字的话 那怎么办 记得用这个纯文字 它最大长度可以是6万多个 大概3万多个中文字 所以用这个好 用Test 比较保险 然后储存的引擎 我们也用预设的用这个好了 Myisam这个 然后直接按一个储存 它会自动帮我建立一个这个资料表 那再来做出什么 就是直接把我们刚刚的那个 就是产生的CSV档传上去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的那个资料表就完成了 后面的话你就会套用什么 刚刚我们讲的那部分 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查询系统 我想这部分的话 留给各位做练习 这蛮花时间的 每一个每一个步骤 OK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这个查询系统 留给各位当成一个练习好了 那后面的话下个礼拜 也许我们就再来 后面还有总共有试题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大概挑比较重要的 也许是新增 可能比如说今天你有需求 从那个网页新增资料 到资料库里面 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然后再来修改删除 大家会有这些功能 那再来如果资料库讲完之后 后面就要进入到那个手机部分 也许我们要把画面变小 然后再来的话 手机的部分呢 怎么样跟那个资料库做连结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因为现在大家最想要关心的就是 如何从手机端去查询到资料 也可以像刚刚的东西 查询系统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显示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 按部就班我们慢慢再来看 OK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乘语查询系统 看能不能把它建立起来 哦 谢谢大家